蓝天共远,抗议同行 一心一意,一心一意 张文宏教授与意大利华侨华人视频连线公益活动现在开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 特别荣幸能作为本次活动的主持人,我叫王若翰 在线观看的同胞们来自国内各个城市 但相信大多数侨胞来自温州地区 所以今天特别高兴能邀请到来自温州老家的张文宏教授 连线为我们在意大利的留学生们,侨胞们 中资企业工作者们来解答一些大家的困惑 以及普及一些有关抗新冠肺炎的知识 在此也特别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浙江省委统战部,浙江省侨办 意大利各地侨团对此次公益活动的大力吹奏 与支持,非常感谢 意大利在欧洲各个国家中是最初爆发新冠疫情的国家之一 在意大利生活的华侨华人大约有三十万左右 在疫情开始的初期,大家都非常谨慎 但在它持续了一年多后,在意的同胞们有点出现防护意识中心 所以今天请到张教授在这里为大家解答一些同胞们有关新冠肺炎的各类疑问 在此首先介绍一下在线的各位嘉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李军华阁下 大家好 成为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王晓峰先生 今天的主讲人,上海华山医院感染课主任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主专家组组长张王宏教授 在意留学生代表夏岳同学 米兰网上方舱医院代表朱金亮先生 米兰侨团代表周立新会长 威尼斯侨团代表王世华会长 佛罗尼亚侨团代表谢光勇会长 中资企业代表江旭会长 普拉多十八家侨团联合抗议委员会代表徐秋林会长 普拉多侨团代表周荣景会长 佛罗伦萨侨团代表陈敏琴会长 罗马侨团代表朱玉华会长 以及洪森苗会长 纳伯勒斯侨团代表徐中文会长 欢迎大家的到来 疫情在意大利爆发以来 中国驻意大利各地使领馆 都一直非常关心在意同胞们的健康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 李军华阁下致辞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尊敬的王晓峰副部长 尊敬的张文宏教授 各位侨胞 各位同学 各位中资企业代表 很高兴今天能同大家再次线上交流 首先感谢知名贴心的张文宏教授 在百忙中出席今天的连线活动 为履意同胞答疑解惑 打气无尽 我知道这是张教授第二次 同履意同胞连线 相信张教授的专业指导和科学指点 将会使大家信心大振 心情大好 同时也感谢浙江省委统战部 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还有所有参与筹备本次活动的热心侨团 谢谢你们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一年多来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起伏反复 给各国公共卫生安全 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员正常往来 都带来了严重影响 意大利是欧洲首个爆发疫情的国家 迄今已有420多万人感染 12万多人丧生 所有履意同胞的生活和工作 都深受影响 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心系海外同胞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要保障海外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注意使领馆 坚决贯彻外交为民的宗旨 始终把维护履育同胞的健康安全 作为首要职责之一 我们先后积极协助国内各级政府 发运了150多吨的物资 分批分期送到有需要的同胞手中 此外还推动国内医疗专家组搭建远程平台 提供在线问诊 服务广大同胞 权益侨团学联也建立侨学帮扶机制 将关爱送到有困难的侨胞和学子手中 生动诠释了守望相助血浓于水的情怀 各位同胞 当前意大利疫情虽然有所缓解 但远未散去 特别是近期 履同胞感染数量明显加剧 部分人员甚至失去了宝贵生命 可以说形势很不容乐观 在此呢 我仅向大家 向履义的全体同胞发出呼吁 请大家切莫因疫情放缓而放松警惕 请大家慎重如始 做好防护 不松弦不松劲 坚持到底 一呢 是实施关注疫情变化 请大家继续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规定 同时尽快参与意大利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 根据自身情况 在知情自愿的条件下 积极接种疫苗 二是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近期发生的数十起 我履义公民因长途旅行而导致感染事件 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 仍然是我们自我防护的有效方式 如确须出行 请务必了解入境规定 以及疫情防控要求等等 颇善安排行程 关爱自身和他人的健康 最后呢 我想再次感谢张文宏教授热情受邀 为履义同胞传授知识提振信心 在疫情结束之后 欢迎张教授携家人来议 讲学度假 亲身感受亚平宁半岛的风光与热情 届时呢 我们将用意识美食和美酒 款待暖心温馨的张教授和家人 预祝今天的线上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李津华大使的致辞 也特别感谢中国驻意大利使馆 对在意在意大利生活的同胞们的关心 非常感谢 那么接下来有请浙江省委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王晓峰先生致辞 欢迎 尊敬的李大使张教授 各位侨胞 各位浙江的乡亲 大家这个下午好 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 冷波折起伏 给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带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意大利呢 是浙江级侨胞聚居的国家之一 有很多浙江级的侨胞 留学生在意大利工作 学习和生活 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李津华大使 和驻意大利大使馆 一直以来 对浙江侨胞的关心关爱 欲擒来袭 你们以高度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做好领事保护 防护指导和物质保障 保护 履意乔胞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乔胞的心目当中 因为平时 我们跟乔胞也经常在联系 他们也经常说起 这个使馆 对他们的支持 帮助 就是在乔胞的心目当中 这个使馆实际上就是祖国 就是家乡 就是坚强的依靠 所以一年多来 大使馆 以有限的工作力量 我知道这个使馆的人 也并不是特别多 这个 确实是有限的工作力量 支撑起整个领域桥间的 这个防御 承导 淘宝和留学生 复工复学 极大的提振了大家与意大利人民 一起直面挑战 永夺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那么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要代表之江的这个乔务部门 向吕毅的这几乔胞和留学生 致以诚挚的问候 远隔重阳 万里同心 家乡的乔务部门 是海外侨胞的娘家了 你们在海外的健康和安全 时时刻刻都在牵动着我们的心 这个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你们为祖国和家乡的疫情 这个忧心如焚 四处奔走 愁措物资 慷慨减囊 捐赠之金 在家乡最需要的时候 你们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乡乡一用物质 一长寸行李托运单 一巨巨中国加油 优如一顾顾暖流 源源不断地从世界隔地 会向祖国和家乡 那么这一份守望相助的同胞大爱 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 团结互助的良好形象 那么你们在直接面对疫情的时候 意大利桥团积极引导桥建 认真落实好 所在国的防御抗育要求 而且是纷纷行动起来 自发组织了一个个的抗育团队 在家乡桥部门的支持下 向旅裔桥包免费寄送 抗育物资 为困难桥包留学生 提供这个时速的帮助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这个在疫情这场大战大考灭前 海外桥建是既打了上半场 又打了下半场 你们每一个人 我们认为都非常了不起 让我们非常感动 当前国内疫情防抗形势 继续向好 生产生化秩序充分恢复 但是我们对海外乡亲们的牵挂 丝毫不解 我们也会像大家当时 支持家乡一样 尽我们所能 支持你们抗击疫情 夺取最后的胜利 那么今天 张文侯教授专门来到现场 张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繁育专家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们浙江人 是我们浙江的骄傲 今天是受我们浙江省的侨办 和女裕侨团的共同邀请 在百忙之中 专门安排时间 与意大利侨胞 线上见面 回答侨界的 侨胞的关切 那么据我了解呢 这个疫情发生以来啊 这个张教授 跟海外侨胞 在线上这个见面 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代表浙江省侨部门 代表浙江籍的 领域侨胞 留学生向这个张教授啊 致以诚挚的感谢 春天的脚步 不会因为风险而停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会因为疫情而中动 我们将始终和广大 和外侨胞一起 同心同向 祝梦中华 最后 祝我们广大侨胞 祝我们的乡亲们 一切都好 也这个盛情的邀请 这个李大使 你在方便的时候 来浙江考察指导工作 也谢谢 这一次的谢谢张教授 谢谢大家 特别感谢 王晓峰副部长的讲话 感谢领导在百忙之中 抽空关心我们在海外华侨 华人的生活 再次感谢 那么现在有请 今天的主讲人张王洪教授 在开始回答 各位代表嘉宾的提问前 为大家致辞 欢迎 好 尊敬的李大使 尊敬的 王晓峰部长 以及主持人 各位乔报 大家晚上好 方才 大使部长 还有主持人都谈到 我们海外跟国内的心灵性 特别是我们浙江桥姐 大家都团结一致 在抵抗这个疫情 现在疫情的进展 出现了一些 大家很难预料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今天的疫情 在全球范围内 有非常大的 一个不均衡 意大利 在去年年初 出现疫情的时候 我也曾经跟 意大利的侨胞 以及意大利的 防护的专家 有过多次的 讨论 那么当时 最早的时候 意大利的情况 非常糟糕 医疗挤兑非常明显 但是经过 最近的一段时间的 就是当地的 疫情的一些防控 以及疫苗的注射 那么最近应该说是 有情况有的 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特别是最近 意大利的疫情 我也今天 因为要过来 跟大家交流 特别也注意到 意大利自从今年的 4月 3月底 4月初 当时的疫情 到达了又一次 比较高的 高峰的时候 那时候一天 都可以高达有3万人 当然在去年是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最高的一天 我们知道了 它可以高达 接近4万人 但是又经过 新一轮的防控 最关键的一点 还是意大利的疫苗 注射的速度 还是非常快 据现在 我手里拿到的 一个意大利的 最新的一个数据 现在的接种率 已经达到56%了 就是说 总的接种剂次 除以总的 意大利的人数 然后呢 单剂接种过 一剂以上的人 可以达到 接近40% 那么再根据 意大利的 自然感染率 大概有10%左右 从这种情况下 以来看 意大利的免疫率的 一个估计的一个值呢 可以达到40%几 也就是说 意大利的 自从今年的 新的一轮 疫情的 加重以后呢 对大家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还是加快了 一个疫苗的接种 同时呢 也是 加紧了一个 预防防控的一个措施 所以目前呢 应该说 整体上来讲 疫情是向好的 那么像昨天 只有3000多 这种情况呢 我是觉得 对于意大利来讲 整体的一个反控 是全面的向好 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未来 就看意大利的疫苗接种 能不能再进一步的 就是覆盖 现在的这个 50%不到一点的 40%多的 一个免疫率 30%多的一个 接种率呢 你最终的一个结果呢 还是比较远的距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我在这里呢 也呼吁 意大利的侨胞呢 两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一个呢 要加紧其接种疫苗 第二个呢 仍然要注意个人的防护 如果这两点做好 我自己觉得 现在应该说 最困难的时期 我们已经过掉了 现在意大利的医疗挤兑 应该是全面得到了缓解 所以在意大利的侨胞 特别的是年轻人 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哪怕感染问题 也不是太大 意大利的老年人 我觉得仍然还是要担心 老年人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要注意接种疫苗 应该第一时间 跑步的去接种疫苗 才是正确的做法 好吧 其他的我就不多讲 具体的有什么事情 我们等会在具体的 一一进行交流 好吧 好 主持人 我就讲到这里 好的 谢谢张教授的致辞 由于李大使与王副部长 日程繁忙 还有很多许多的公务在身 所以需要先提前离开 在这里再次感谢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与浙江省委统战部 浙江省侨办 给在意大利生活的同胞们的 关怀与重视 谢谢两位领导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问答环节 在前几天 我们通过各个渠道 收集到了一些 近期同胞们 比较关心的问题 那么有请在意留学生代表 夏岳同学 首先来提问 大家好 我是来自米兰理工的 留学生代表夏岳 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张教授 临线 我这边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这个疫苗接种的 请问张教授 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 或者是血清IGG成阳性的人群 是不是可以接种疫苗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是可以立即接种呢 还是需要间隔一段时间才可以接种 张教授的话筒没打开 好 谢谢 关于这个情况 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引 因为临床医就没有给出一个非常确切的答案 可能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总体上来讲 得过新冠以后 在一年以内是比较安全的 一年以内 患病的概率跟你接种过疫苗 非常接近 这个研究数据都是清楚的 所以如果是生过新冠病毒的感染 现在的抗体是阳性的 整体上来说 你在此接种 你的时间可以拖延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再去进行接种 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 如果我们有时候是为了 就是疫苗护照的需要 一定要去接种 那也可以等半年以后再去接种 那么这样的无论是安全性 还是确切性就比较明确 好吗 好的 好的 谢谢张教授 如果时间允许 我还想问一个题外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咱们国内的这个疫情情况 在去年其实就已经完全缓解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意大利的疫情 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快两年的 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们大部分留学生 还有华侨华人呢 都是严格的遵守防疫法规的 尽量少出门 或者是就不出门了 这样在这个种封闭的环境下呢 就造成了一些留学生及同胞 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或心理疾病 请问张教授 对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呢 针对这个情况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容易解决 请大家走出来 我需要带在家里 原因是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疫苗 我建议你们应该 要么你喜欢带在家里的 那你就不用出去了 好吧 反正喜欢带在家里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抑郁了 请你马上去打疫苗 打药疫苗马上就出去 好吧 打药疫苗四个礼拜 第二针疫苗接种以后两个星期 你出去再聚集的时候 再戴一颗口罩 将是非常的安全 没有谁让你带在家里 好吧 除非你自己喜欢 但是出去就是需要打疫苗 如果意大利没有疫苗可打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据我所知 最近的疫苗接种的时间 蛮快的 疫苗应该不缺吧 分区域吧 因为意大利的疫苗有个分配问题 对 那不要紧 如果疫苗缺的话 这段时间 我建议大家 还是戴好个人 戴好口罩 应该出去走走 应该没问题的 但是人群的聚集风险 仍然是有 第三点 年纪轻的人 你反正有个想法 就是目前意大利的医疗资源 基本上已经离开了 几对的一个区域 总体上来讲 风险比去年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最主要还是 劝大家 努力的去打疫苗 好吧 你这个区域没有打就跑到别人的区去打 好吧 好的 谢谢张教授 好 谢谢夏宇同学 接下来有请米兰网上方舱医院代表朱金亮先生来提问 大家好 张教授好 主持人好 我是米兰网上方舱医院的代表朱金亮 我这边碰到很多病人 因为意大利的条件 医院条件有限 一般的都是在家里 就是居家治疗 我想问一下张教授 病人感染在家里 怎么样子治疗 或者是怎么样子去治疗防止加重 这个问题 请问张教授 有点好的建议 好 第一点 清症的病人 完全可以居家 居家 主要的一个做法 加强营养 注意休息 注意维生素C的补充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 休息 加营养 再加维生素C的补充 蛋白质的摄入非常必要 非常重要 除非有腹泻 呕吐 否则像这种富含蛋白质的食品 非常建议你要有充足量的摄入 要比平时摄入的更多 这是第一个的一个建议 第二个 已有的 其他基础疾病的治疗 应该不要凶险继续吃药 第三点 如果对于老年 病人 如果家里有治养机 那么被一个 已被不时秩序 因为最终 这个病现在已经 大多数人通过吸氧 自己居家 也都能够缓解 但是一般年轻人的话 我们最主要就是看 有加重的趋势 及早到医院去 或者有在侨团 侨胞 在每个地区 大家应该有几台 治养机的储备 比如说你们 这一个在米兰区域 比如说有多少侨胞 大家应该自己作为侨领 应该买几台 治养机有所储备 一倍不时之需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情况就会缓解 这个病现在大家对它了解的 越来越多了 真正的轻症的病人 问题都不大的 我们只要加强营养 注意休息 过段时间就会好 就是一个大好的流感 但是老年人加重的时候 情况可能会非常之糟糕 情况如果不好 需要用治养机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 不是用治养机 而是应该取医院 那么给你治养机 是为了避免情况的恶化 好吗 好的 感谢张教授 现在很关心的侨胞 这些干了侨胞 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他新冠肺炎能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 因为他很多还是未知数 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你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现在是这样的 后遗症 有各种后遗症都有 有所反应 但是到目前为止 除了消化道 还有就是未觉善失 等以外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特别严重的后遗症 我建议大家呢 还是加强正常的生活 工作 营养的收入 这些后遗症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永久性的后遗症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 好吧 不会因为感染这个 出现了生殖功能的善失 或者永久性的未觉缺失 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 好吧 不要过于担心 好的 感谢 感谢张教授 好 谢谢您 感谢主持人 谢谢朱金亮先生 也辛苦您在疫情期间 对侨胞们的热心帮助 有请威尼斯地区侨团代表 威尼托华侨华人工商联合会会长 王世华先生 先提问 中间的那个张教授 中间的王大使 以及那个王小峰部长 首先我是来自意大利 威尼托华侨华人工商联合会 会长王世华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请问张文宏教授 对现在意大利 在现阶段已经开放 做好的准备 在意大利的华侨华人 是否应当继续保持紧益 以及严格的防疫 好的 那个 看到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 现在的疫情 整体的情况 意大利每天还有三千多例 现在没有脱离掉疫情的蔓延 意大利的疫苗接种 现在也没有到 足够的免疫屏障 所以这个时候的意大利 如果要么你接种过疫苗 要么你保持非常好的 社交的距离 否则仍然处于风险之中 所以现在给大家一个建议 应该是抓紧时间 去接种疫苗 如果不能接种疫苗 仍然要注意一个 就是社交距离的一个采取 好吧 好的 谢谢张教授 非常抱歉 我今天刚好在出差 现在还在车上 所以有点换动 大家都出差 不客气 你的车挺好的 好的 好的 我有朋友帮忙开车的 谢谢 谢谢张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王会长 接下来有请 伯洛尼亚地区 桥团代表 吕毅中区华侨华人联谊会 执行会长 谢光勇先生提问 好 主持人好 赵教授好 大家好 就是我想提问一个问题 张教授 请说 请问 对于越来越多的病疫病毒 如何更好的防御 意大利所接种的四种疫苗 辉瑞强生 巴斯坎利 摩德纳 哪种对病疫病毒的最有效的防御 现在看起来 就是目前看起来的数据 就是 几个核酸的疫苗 效果会略微好一点 就是莫德纳公司的一个疫苗 还有一个是辉瑞的疫苗 这两个应该排在 现在已有的数据 排在比较靠前 好吗 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报道呢 有一个少的批量的报道呢 体外的事情呢 觉得这两个会略微好一点 好吧 那个张教授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意大利有很多华人被感染过的嘛 他就说 适合大概有多少次 他可以打疫苗吗 半年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才可以感染过的 半年一年才可以感染 半年一年比较风险小 这些人 感染过的人 最终在全球范围内 一般来建议将来会在一年以后 建议大家打 所以我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你可以在一年以后打比较安全 好吗 谢谢张教授 谢谢主持人 好 感谢协会长的提问 现在有请中资企业代表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会长 中国银行米兰风行行长 江旭先生 代表在意中资企业工作者们 向张教授提问 有请 尊敬的张教授 您好 我是意大利中国商会会长 中国银行米兰风行行长江旭 听得见吗 可以的 好 谢谢 非常有荣幸 有这个机会跟您交流 那么我想代表在意的中资企业 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 您在开场白里提到 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两件事 一个是加紧接种疫苗 一个是继续加强防控 那么我正好这两个问题 就是跟这两件事相关 首先是有关疫苗的 因为现在根据意大利的 公共卫生机构 制定了疫苗接种计划 目前是30岁以上的人 都可以预约接种 那么我们中资企业 最近就是有一些新外派的员工 他们在外派之前在国内 已经接种了国内的疫苗 那我们想请问的就是 他们已经接种国内疫苗的人员 是否还需要再在这边 尽快接种意大利这边的疫苗 国外的疫苗 那么这两种疫苗 国内国外的疫苗 是不是有冲突 或者您能不能建议 我们比如可以参考 一些具体的指标来决定 他们已经接种过 国内疫苗的同事 是不是再接种国外的疫苗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先回答你 这个问题 现在没有标准的答案 也没有标准的指标 打开了吗 比如说抗体的检测 打开了 可以供你参考 是不是需要重复接种 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将来都会面临着 如何加强接种的问题 无论哪一个疫苗 将来都会面临着 加强接种的问题 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国内出来的 现在我们为止 还没有足够的数据 希望国内出去的人 都要接种外国的疫苗 建议加强接种 所以这个建议是没有的 但是还有些同事会不放心 而且在当地出去 也有人会建议他接种 那么会建议在半年以后再补种 但是一般补种一针也就够了 这个是最近的大家 但是补种一针够了 这也是在研究范围内 还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个推荐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 你们可以根据国内出来的人的一个情况 如果大家有比较强烈的意愿想接种的话 可以在半年到一年以后再加强接种 加强接种 现在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用的方案是加强接种一针 好吗 但是我今天前面给你讲的 只是仅供参考 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的证据 给我们加以采用 好吗 好的 谢谢张教授 那我第二个问题是这样 意大利政府 他们近期也颁布了 这个逐步要放松疫情管控措施的一个计划 那么我们看到其中提到 大概在7月中旬 可能会全面的取消户外 佩戴口罩的义务 那么另外也提到 就是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员 可能在室内也不需要再戴口罩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比较大的担心 因为我们中资企业很多 大家都是在室内办公的 那么时间比较长 人员的工位也相对比较集中 所以我们想请教张教授 目前在国内 对于像写字楼这些室内人员聚居的场所 还要求佩戴口罩吗 那如果没有强制的要求的话 那么对于这种室内办公区域 是否需要采取一些其他的防疫措施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 或者经验能够供我们参考 谢谢您 国内没有强制性的室内佩戴口罩 但是国内大家出去的时候 都比较自觉的佩戴口罩 那么现在在室内办公 我建议你定期的要求办公室进行通风 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但是最最好的办法 还是大家应递制宜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 按照现在的数据 辉瑞莫特达公司的保护率达到95% 中国国内接种好的疫苗 保护率达到78% 所以大家根据这些数据 和这些疫苗的特点 自己选择接种疫苗 所以我认为 始终认为疫苗接种排第一位 然后室内现在不强制戴口罩 这个是全球的一个通行 而是应该在疫苗接种好以后 室内不需要强制戴口罩 好吧 但是如果你们公司比较不放心 可以定期的进行办公室的通风 好吧 好的 谢谢您 最后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主持人 也感谢注意大使馆和浙江省桥办 对我们在意中资企业的关心和帮助 谢谢 谢谢 谢谢江旭会长 谢谢江旭会长 那么刚才由于麦克风的关系 周立新会长 现在请打开麦克风 请请提问 不要紧 张教授你好 你好 各位代表主持人 大家下午好 这个 目前各方面的意大利的疫情 虚张有点好转 但是感觉到还是比较凝聚 今天我就趁这个机会 向这个张教授的咨询两个问题 一个 如果客人是感染者 戴口罩进了商场 停聊了短时间 商店里面的工作人员 一戴了口罩 或者是保持了距离 那么工作人员在店里面 被感染的风险高不高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呢 意大利呢 预计呢 在下个月 开放餐馆和这个 酒吧这个行业 允许客人在室内 用餐和聚会 在这么一个封闭空间的用餐和喝咖啡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 所有的客人都会摘下来口罩 那么请问张教授 那么请问张教授在这种情况下 工作人员 一戴上口罩 或者是保持安全的距离 工作人员在店里面 会不会感染风险的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做好的 这个比较好的防范 谢谢张教授 好 谢谢 对于现在山厂里的人员 风险是非常高的 最近广州的一些病例发生 也是在有关的聚集的时候 在山厂或者是吃饭的地方 所以近距离的接触是 近距离接触不戴口罩 是我们感染的主要的风险 那么现在的一点 就希望在这些地方 最好的一个防控 防控的方法是 这些高危职业 包括营业员等等 一定要打疫苗 现在意大利已经有 非常好的疫苗可以打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 整天在讨论防控的方法 而不去打疫苗 你如果打了疫苗以后 所有的防控都会变得 非常的简单 特别是在意大利 所以我建议呢 你们应该把打疫苗 放在第一位 其次在人群聚集 在服务的时候呢 最好还是戴口罩 当然他如果不强制戴口罩 你是可以戴口罩 我认为还是可以戴 好吗 但是没有什么情况 会比打疫苗 更有效地防护 这些病疫的传播 好 好的好的好的 好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周会长的提问 现在有请普拉多 18家侨团 联合抗议委员会代表 普拉多华侨华人 联议会会长 徐秋林先生提问 有请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啊 尊敬的张教授你好 我是普拉多连议会的会长 徐秋林 非常荣幸能够 创加今天的视频会议 你辛苦了 张教授 我是你的同行 六阳人 六阳 六阳 躺下的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的情况 我们普拉多这里有 五万的华人 我们温州 六阳人 占70%左右 我们这里的华人 还是比较密集的 去年意大利 这个病情爆发以来 我们巴拉多 18个侨团 组织了一个疫情 抗议小组 来对付一大的疫情 帮助我们华人 解决实际的困难 帮助我们得病的华人 送中药 等等 现在我们意大利的疫情 还是特别说 我们在巴拉多这个城市 这个华人的疫情 还是比较严重 现在我们这里 有一千多位的华人 是感染 大概去世的华人 也有十几位 所以说现在的疫情 还是我们这里 还是比较严重 所以我今天代表 18个疫情抗议小组 向张教授 来咨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中药 对这个病毒治疗 有没有作用 等于我们说的 治疗有没有作用 因为我们这里 现在产用的是 浙江省的 那个三号药 大家都比较喜欢 三号药 但是我们这里 三号药比较紧张 那其他的中药 效果是不是会一样呢 三号药是不是更好呢 特别是我们这里 那个氢化 那个莲花这个青 这个青翁啊 他们这些都不要 是不是这种药 没有我们 浙江省的三号药 所以说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张教授 另外呢 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请问一下张教授 现在变异的这个病毒呢 现在呢 是越来越严重 现在呢 是不是这个变异病毒呢 死亡率 还有传播率 是不是更高 听说那个月能呢 还有新的这个病毒呢 会在空气里面传播 是不是真的 对于我们这个疫情小组呢 将来是罗海来宣传 罗海来 来防卫 然后给我们 侨胞啊 给他们 呃 宣传 谢谢我们 呃 张教授 好的 感谢你 好 感谢你啊 感谢你的问题 我也会首先为 呃 目前这个阶段 目前这个阶段 所有的侨胞 去打疫苗 呃 我不知道你这里 疫苗是缺货呢 还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 缺货的 疫苗现在还可以 现在我们 疫苗没有不缺 你带着疫苗不缺 现在我 如果疫苗不缺 你作为侨胞的 侨领领袖 你第一件事情 不是给大家提供 治疗的方案 而是第一时间 劝导大家都去打疫苗 现在已有的疫苗的 保护率非常之高 以色列已经把疫情 控制到基本上 完全控制的阶段 意大利这波疫情 能够得到控制 主要还得益于疫苗 叫那些同志们 千万不要认为 目前我们可以不打疫苗 生病了 我们医生有很好的办法 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 这个病 生了对老年人来说 都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这些中药 具体哪一种好 我也不好讲 可能都有点效果 但是我在这里 还是要劝大家 预防为主 特别是今天 对于预防来说 已经毫无争议 你第一件事情 不是今天晚上 在这里跟我对话 问我哪个药物有效 而是放下手头 马上退出 我们今天晚上的对话 去号召他们打疫苗 这是对他们 最好的一个保障 而不是其他事情 没有任何药物 可以救你 你刚好吗 好的 谢谢张教授 谢谢 好 感谢徐会长的提问 接下来有请 普拉多地区 侨团代表 意大利普拉多 华商会会长 周荣锦先生提问 有请 大家好 听得到吗 听得到 非常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普拉多 华商会的周荣锦 我想有个问题 请教张文宏教授 请讲 请问张文宏教授 接种疫苗后 常见不良反应有哪些 如果接种完疫苗 出现不良反应 该如何处理 接种好疫苗后 需要注意些什么 好 接种疫苗的 不良反应的种类很多 但是发生率非常低 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啊 你所在的地方 大概有 你所在的地方 大概乔包有多少人啊 您这个地区 我们这个 刚才我们徐秋林会长 也说了 我们大概有五万多华人 在这里 已经有一千多人 华人感染了 好的 那么就是 在这个地区五万多 像我们现在的 一个疫苗不良的 反应的发生率 最常见的 还是局部的红肿 局部的不舒服 有时候会有点发烧 但是关于 比较严重的 不良发生率 现在是以 十万分之一的 一个级别来计算的 所以原则上来讲 像你这里 只有五万人 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病人 人可能一个都不到 所以对于 我们最常见的 还是局部的红肿和过敏 这种都是可以 很容易处理的 有点发烧 我们吃点退烧药也行 如果发生 严重的不良反应 这种基本上都是 跟过敏性休克有关系 我们可以在 接种后疫苗以后 在接种点 休息半个小时 如果半个小时内 不发生任何问题 就可以回家了 好吗 好的 谢谢张文宏教授 发生率非常低 好的 谢谢 谢谢周仁锦会长 现在有请 佛洛伦萨地区侨团代表 佛洛伦萨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 陈敏琴先生提问 有请 陈敏琴会长 那请打 可以了 陈敏琴 曾经的张文宏教授 曾经的主持人王国航 还有各位乔领 各位领导 大家好 我是佛洛伦萨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 陈敏琴 非常高兴 有这样的机会 来跟 还有提问 问答一些 张文宏教授 给一些 侨民 疑惑的问题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说 请问张文宏教授 就是说那些年级 年级偏大的人群 身体老是有一些小毛病 就是说有些血压高 血糖高 还有一些慢性肝癢啊 这些 死不死呢 还有吃药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可不可以 打疫苗 我们 布鲁仁沙呢 目前都是 热灰的 灰热的疫苗 那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谢谢 张文宏教授 好的 我告诉大家 像这种情况呢 在国内呢 现在也都开始打了 在国外呢 尤其应该先打 在国内呢 这些情况是厚打 但是在国内 这种 在国外 在意大利 这种情况应该先打 原因是什么呢 越是这种情况 感染以后的风险 就会越高 使完的风险极大 而且你如果不打疫苗 最终走出这个社会以后呢 感染的概率是100% 除非你不出去 要么不出去 你只要出去 你就会被感染 所以这种情况下面 一定要打疫苗 但是为了防止 不良反应的产生 建议大家 有基础疾病的人 这一段时间 要坚持吃药 疾病是稳定的 就要去打 因为不打的风险更大 好吗 好的 谢谢张教授 谢谢 陈会长的提问 接下来有请 罗马侨团代表 意大利中国贸易发展促进会会长 朱玉华女士 以及意大利华商总会会长 洪森苗先生提问 朱会长 朱玉华会长 请打开麦 好了 张教授您好 请问张教授 请问张教授 你好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 症状与成年人有何不同 另外新冠病毒会给儿童带来怎样的影响 该如何采取措施保护小朋友们的安全 另外是否建议接种疫苗 张教授请 现在儿童接种疫苗在国际范围内 现在我们的岁数限制跟各个苗不同 有所不同 但是最终儿童接种疫苗也会提升一时日程 现在儿童接种疫苗没有这样一个 非常好的指引 也就是说因为临床试验的原因 我们对儿童的苗 在低年龄的儿童 我们现在接种苗的一个数据还不充分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 儿童生新冠以后 到目前为止 绝大多数的症状都是非常轻微的 这是它主要的特点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看到远期的一个不良的结局 和远期的不良的后果 所以我建议对于儿童的保护 主要是来自于成人 家里成人疫苗的接种 就是对儿童最好的保护 然后对去学校的路上 最好是私家车接送 再回来也是接送 在公交的场所内 感染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注意防范 好吗 谢谢张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朱会长的参与支持 最后有请纳布勒斯地区朝团代表 意大利纳布勒斯华商会 会长许真龙先生提问 有请 张教授你好 各位领导你们好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张教授 就是说 为什么说至少要70%的人 接种疫苗以后 才能形成这种免疫屏障 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在中国接种疫苗以后 在这里 就是说去接 如果说去接种的话 是不是要去做个什么抗体 什么的 好的 那个现在 如果你没有明确生过疫苗 你如果没有明确生过这个病 其实呢 不需要做抗体检测 直接去打疫苗是可以的 如果你曾经自己明确的生过这个病 或者是不清楚 你也可以去做一个抗体的检测 抗体原性的话呢 我们接种疫苗就没有这么紧急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生过 没有任何的这样的感觉和症状 你就去接种 问题也不大 也是非常安全 因为对于未来 可能这个疫苗 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二次接种的 生过的人也要接种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社会 充分的开放 如果大家接种的疫苗 到不了70% 如果到不了70% 社会 那么这个病例在疫苗接种率超过70% 哪怕社会开放 它的病例数也可以控制得很好 听得见吗 刚才有点卡住 对 有点卡住 好吧 好 那就这样 谢谢周杰先生 谢谢主持人 好的 谢谢嘉宾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张教授的解答时间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非常感谢张教授专业和耐心的解答 让每位观看直播的意大利华侨华人都受益匪浅 也特别感谢张教授在百忙之中参与这场直播 让深陷疫情的意大利华侨华人感受到了您医者父母心的高尚品德 以及祖国母亲对我们的关怀再次感谢张教授的出席 也感谢今天屏幕前观看直播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以及所有嘉宾们的支持与参与 也请大家把有关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最后让我们一起继续保持战胜疫情的信心 用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智慧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保护我们的同胞 也保护好我们最亲爱的家人 我们相信等这个世界恢复正常时 回归平安生活的我们 会成为中国智慧走向世界最好的桥梁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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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教授 再见 再见